河南新政是中华人文始祖 宣言皇帝出生 成长 建都立业地 是海内外炎皇子孙 寻根问祖的家 从庙会式拜祖到全球网拜 自古便有的三月三拜宣言传统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又在创新中开枝散叶 1992年 炎皇文化旅游节首次举办 2006年 更名为皇帝故里拜祖大典 当日拜祖突破万人 并在大典结束后决定取消门票 不能因为一张门票而阻挡了炎皇子孙回家拜祖的步伐 所以说从2006年就取消了门票 另外一个提出来就是要让所有的炎皇子孙都能够感受到拜祖大典的震撼和影响力 此后 除每年三月三数以万计的全球华销华人代表回家 加上日常拜祖 截至目前参与人数已超百余万人次 陆军还介绍 庚子年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皇帝故里再度创新 全新推出全球华人网拜模式 2020年网拜人数超过27亿人次 未来还将会探索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拜祖模式 据了解 历经15年打造 皇帝拜祖大典已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借助拜祖大典所搭建的平台 新政市招商企业累计达到708家 构建了以现代商贸物流 生物医药为主 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 加速崛起的现代产业体系 2010年 全球代工巨头富士康入驻郑州 此外 新政还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全面小康十大师范县市等称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